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徽是一个有着深厚人文历史的地方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安徽的古代村落 它是与安徽第一高的村落 海拔将近千米高入云端 被称为现实中的天空之城 这个村落就是慕离红 慕离红是在近几年才被世人所知晓的 这里的生态特别好 有独特的地形和景色很受摄影师的欢迎 慕离红位于黄山西口镇 村里居住着约160位村民 这个村是明朝建立的 传说是一个樊姓范文举家陶至此处 在此生活繁衍至今 淡季村民的生活很幸福 自己种植水稻饲养家禽 因山泉水种茶树竹林 与世无争宜然自乐 该村的景色齐绝 位于山脊之处 是黄山市最高的村子 这个村子有很浓的灰风 其云海景观极其著名 曾经有一个摄影师以此处的云海为主题拍摄 三赛时获了奖 因此游客们来慕离红 都是为了一睹此处的云海 曾经这个村子主要以卖竹子为生 近几年来当地的年轻营外出打工 所以现在村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 目前这个村落是免费开放的 但是交通不方便 需要步行上山才能来到茉莉红 来这里旅游可以体验田园生活 也可以欣赏绝美的自然气景 小伙伴们想来茉莉红游玩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